这是一个夏天都没有好好长 5月中旬 花友发现 上面有虫告诉我 帮它除了虫 这才开始长 今天终于开花了 除虫那期视频是319期 这个花看这个形状应该是澳洲湿湖 或者至少有澳洲湿湖的基因 它的花从花茎的顶端和侧面都可以开 像这个这是一个干枯的老枝条 上面都没有叶子了 在侧面还长了这一朵花 所以这个品种的 没有叶子的老花茎也不要轻易剪掉 它可能也会开花 它具体是个什么品种 我其实也不知道 是花友给的 所以它的繁殖方式可以分株 就是花友分株以后给我的 它现在正好开花 但是花期是不是就是应该这会儿也不一定 因为之前不是一直有虫 它就长不起来嘛 自从我给它除了虫以后 可以看得到的它在长 所以也有可能是除过虫之后 它补偿性的长 那正好赶到这会儿开花 算是从虫子嘴里夺回来的花吧 虫口夺花 今年长得不好 希望明年长得好一些 能开更多的花 这个花我觉得应该是非常皮适和高产的 我的感觉是这样 如果能开非常多的花的话 这个花会很漂亮的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